第一局,白振东开局2比8落后,以9点11分输掉首局。 第二局,白振东1比5落后追到8比8平,之后,连丢3分以8点11分再输一局。 第三局,白振东11比3拿下。 第四局,白振东一局落后,以7点11分输掉。 最终,白振东1比3惨败不敌人号。 教练王淘面色铁青,白振东在比赛最后阶段直摇头,他对自己的表现也非常不满意。 根据国际拼联最新世界排名,白振东连续11个月排名第一。 不过,国平接班人白振东,近期状态并不是很出色,甚至可以说有些糟糕。 在国际赛场,白振东连续败给梁静坤,于果,王淑青这三位并不是世界顶级的选手。 在国内拼超联赛,白振东在竞技轮比赛中,输球次数也比较多。 球迷们不禁要问,白振东到底怎么了? 事实上,目前凡振东正在进行技术改造,他在努力让自己的技术更加全面。 去年年终总决赛,巴西选手如果将白振东的技战术研究得非常透彻,白振东的挥球看上去非常暴力,但对方对他的球路判断准确,每次都是等着打他的球,最终白振东输掉了比赛。 自那以后,白振东希望在自己刚硬的技术里面,加一些柔和的东西。 不过,技感都是痛苦的,白振东的调整并不是很顺利,这也导致他近期状态不佳。 目前,中国南平遭遇危机,马罗老受伤并困扰,接班人白振东技感也不顺利。 中国南平两位绝对主力都需要时间调整。 国平世界第一把震东遇到困难,相信刘国良和国平教练组,都在想办法帮他度过难关。 临时拼赛还有三个月时间,希望二大主。